那我们先把它解压说 好 我们打开这个进口分析2022-0321这个范例 然后我们现在来观看一下 就是你们要准备回答 就是现象观察从第一组开始 那第一个 然后在第二组 第三组 第四组 第五组 然后两个先换 可以吗 你会发现等到第十一个问题的时候 第十一个现象观察 那个是非常重点 非常重要的重点 好了 那通常我在做分析的时候呢 我会把一些相关的知识先准备好 举例来说像在地区别这边有一个名称叫东欧 后来我才发现那最近他们那边正在打仗 好 然后欧盟 什么叫欧盟 那这其实都有被定义 他真的是一个地区的名称 所以说我就继续保留着 那接下来我们在进口分析仪表板这边 好 我有帮大家整理好 整理好 举例来说 这个就是一个很重要的一个现象观察 现象观察 好 这个是月平均进口值 但是每个月的就是月进口平均值 它会跟这个值不一样 因为这个地方没有去计算到最后两个月 好 那这个值它有算到最后两个月 好了 那